所以上個以外是第四次上課 基本上的話 今天是第五次 上個以外的重點基本上就是把那個貨迴圈 改成那個快迴圈 所以你要知道說 其實不管任何程式語言 都一定會有貨迴圈 也都會有快迴圈 只是說有些程式語言比較特別 像以前的程式語言都提供給你很多種的 回圈方式 像VBA裡面,它快迴圈還有兩種 一種叫做做快 一種叫做快 兩個其實就是我發現 結果用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為什麼要給兩個? 後來我發現 那我乾脆再記一個就好了 另外一個基本上就不用它了 當然有些時候 程式會提供給你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規則 但是不見得 一定每個都會用到 所以有的時候怎麼去使用它 我覺得還是要因人而異 就是看你自己使用的習慣 所以我前面一直跟各位提到 有的人喜歡用快迴圈 但是有的人喜歡用快迴圈 當然這個地方其實也沒有絕對的 每個人思考的邏輯不同 寫出來的程式一定也不一樣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肯定的 除非說你就喜歡抄別人的 除非你喜歡像很多人是Google Google然後貼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有的人寫 有些工程師每次寫的風格都不一樣 你才知道說你應該是抄的 那你怎麼來的? 沒有我Google來的 我又貼過來 可以讓就好了 那為什麼可以讓? 不知道 那有BUG 有BUG在解 那解了之後呢 那為什麼你先解掉這個BUG? 你問他 我不知道 反正可以了 OK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當然你要完全 從頭自己寫 可能對有一些跟他說 會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你可以取一個平衡點 我覺得你也許剛開始 不太會寫沒剛開始 你可以先用別人的範本 但是我覺得用別人的範本 你可能還是要自己稍微 改動一下 不要完全都照抄 OK 盡量有字的一個風格 然後其他的話呢 就是在我們上禮拜 把那個九州文化表改成畫迴圈 所以回去的話 你們可以試著寫寫看 先畫迴圈的畫迴圈四行嘛 然後再畫迴圈的九州文化表 不過像這種也是這一次蠻好考試的 如果考試 像你寫的就是九州文化表的一個Python程式 VPA也可以啦 OK 反正這東西可以萬用的 Cutrata也可以啊 你說有什麼不一樣 改一下那個規則而已啊 其他都一樣 然後呢 再來我們寫了一個 所謂的猜數字遊戲有沒有 所以如果今天假如出個題目 請賺寫一個猜數字遊戲一到二十 那一到二十如何寫 其他你會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產生亂數 因為它內建有一個模組 叫做Randon Randon裡面有一個叫Randon Range 那你用Randon Range 一到二十一 它就讓你產生一到二十的一個亂數 V有一個亂數了 那第二個的話 讓它輸入 那其實我沒兩個版本嘛 一個是先輸入 再用File判斷 OK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變成說你輸入判斷 然後你底下還要再輸入再判斷 所以能夠重複不斷的要輸入 後來我改了一個版本 我比較推薦第二種改法 就是先畫一帽號 然後後面的話就這樣 畫一帽號就是你不斷的去 去 後面下一項就輸入了 所以G等於Input 然後把資料輸入了這樣 然後再來判斷說 它輸入的那個值 是不是跟亂數一樣 當然不外乎有三種可能性嘛 一個是答對 答對就match 另外一個是什麼 比那個亂數的值還低 那你可以說 你太低了 你要比它低的話 那你就提示它一下 那另外一個是比它高 有沒有,數字表 那你有沒有跟它提示一下 那就是三種嘛 那其中有一個 最後需要 因為有畫一帽號 你必須要搭配一個叫break的東西 OK,所以什麼是break break就是離開這個城市嘛 那當然就是答對了 OK,應該有印象嘛 所以應該那個架構都有啦 只是說如果今天考試 我們來現場考的話 應該很多人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在講什麼吧 OK 只是說你要把知道 跟這個城市 把它寫出來 而且沒有出錯 應該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當然呢 其實你說 你要求的專業技能 其實當然就是 要達到知道 跟寫出來 是可以match的 那當然我覺得才是夠啦 可是問題 要培養像這樣的能力的人 要多久時間呢? OK 可能需要一點 但是我覺得啦 初期 其實業界需要的人 其實 因為上個禮拜 跟某單位 裡面那位主管 他們有諮詢我 因為他們其實就是因為 像很多大企業 他們找的工程師 實際上 都是透過人力仲介 那人力仲介找來的 其實不見得是他們要的 所以他們其實很麻煩 找來的人其實都還要在篩選 然後貴單位那個人可能不適合要 把他 然後那個可能就是 再來就是說 另外可能 即便找來的人程度很好 但是沒有多久可能又跳槽了 所以他們會想說 有沒有什麼人可以真的 所以他就想說 是不是可以從學校這個地方直接來找 然後他們直接就可以找他們合適的人 OK 那 那我又問他說 那你們想要什麼樣的人 因為其實我學校教有很多非資訊相關科系的 我說那如果非本科系 OK 他跟我講說 答案這樣肯定 不過前提還是要會寫程式 所以他需要想要的 如果反正你非本科系 但是你要會寫程式就OK了 沒關係 你進來我們可以培養你 但是他可能要的 第一個是態度 可能態度是認真的 第二個 就是說呢 他也希望能夠做得久 因為現在可能 尤其他們現在沒多久就走了 所以他可能只要具備這兩個條件 我想後來我問他 這兩個條件其實就夠了 OK 其實可以慢慢再學習 主要是那個學習的態度 OK 心知的話我覺得只要是足科的工作 其實應該相對的那個彈性都還蠻大的 因為他進去的可能稍微比較高 然後再調整的也相對會比較快 OK 不過還要看能力啦 如果你本次過的話 其實這個range其實還蠻大的 好 但是 另外的話我們也把它猜出遊戲嘛 另外還改一個只能猜三次 有沒有 那猜三次其實後來有兩種改法 一個是把它改成for回圈 本來是畫了一帽號嘛 然後把 畫了一帽號改成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Range的話是1-4嘛 就是1、2、3 4就沒有了 所以跑三次 那跑三次之後呢 再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呢 假如你已經猜了第三次 而且沒猜中的話 那我跟你講 答案是多少 直接就告訴你了 有沒有 有印象吧 OK 上個禮拜 都講了這個 乘次其實只有改一個for 然後再多加兩行 其實這個邏輯裡面 把原來的if 變elf 然後上面再加一個f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改,壞了回圈 你可以在底下加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的話就是計數器 壞了上面加一個c等於0 然後呢 每跑一次 就是c等於c加1 把它加1加1 加了 到3有沒有 加1 再跑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了 在c等於c加下面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c這個詞 假如等於3 或大於等於3的話 那我就一樣嘛 跟他講說,你已經猜3次了 而且沒猜對 那我答案倒數你好了 可對是像這樣 只能猜3次的方法 那你說是不是有第三種寫法 其實應該也是有啦 就是想想看 因為很多東西 答案絕對不是只有一種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我的習慣是 反正挑哪一個最簡單的 那就有哪一個 以這樣來看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用4圍圈 所以我大部分會把它改成4圍圈 OK 好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說 一樣的程式碼 那我只是把它變個樣子 VBA就可以跑了 所以這個程式碼 雲端上也有啦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那最好 我是覺得 可以自己寫不夠一遍 如果你可以在VBA裡面 也可以把它寫出來的話 但剛開始你不要 你如果沒信心沒關係 你用貼的 然後亂亂看 好,亂完之後 你把程式Delete掉 他也不用全部Delete了 你中間那一段把它Delete 然後打哪看 其實這個Total 總字數應該不會沒有多少 但是你要能夠把那一些程式 一個一個的打上去 而且都是對的 恐怕還是不容易 OK 不過這種訓練 如果可以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是OK的 那其實這種訓練大部分 大部分就是證照考試考的形式 證照考試 我跟各位講 你主要就是好,你考試的時候就給你一個紙本 然後給你一部電腦 然後給你題目 然後你把它打出來 OK 打完之後馬上評分 評分完之後 如果你有70分 他就頒一個證照給你 大概是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合理的耶 所以如果你有那個證照 我覺得我不用篩選了 雖然你不會是非常非常厲害 我沒有要很厲害 但至少你是懂程式的 就夠了啦 OK 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是 那個 要人才的 乾脆我不要太多 你真的要有 我第一關就夠了 其實我們來談談看 你的一些 對應對進退 談吐各方面OK 那其實就對了 其實也不要要求太多啦 因為 現在的薪資 他的薪資水準 其實說真的 他有一個笑話說 你拿香蕉 真的只能請到猴子 你也不要要求太多 其實他開的價錢 相較之下 其實也不算太高啦 我覺得 因為你要那麼多東西 你給的薪資也沒那麼高 當然 自然而然 年輕人一定是 沒有那麼大的衝動 但如果你已經給很高的薪水 你說出來 人家排隊都搶著來了 不過到底未必 我在台灣現在 慢慢很多 所謂的躺平主 即便可以開很多 很高的薪水給你 但是也未必年輕人會心動 他會問說 這裡 離家 到公司上班離家近不近 通勤時間多不多 放假多不多 我可不可以好好請假 之類的 因為可能看中的不同吧 OK 好 再來的話 上個禮拜還有提到一個Miles CLI的一個範例 這個只是說 把原來的架構再增加一個就是串列 有沒有 1到12月的英文 然後呢 我們要萬數抓一個英文字出現 然後讓他猜 看看 到底這個是幾月份 OK 其實架構差不多 只是增加一個串列 所以我上個禮拜有講說 今天的重點會慢慢延伸 到了解所謂的串列 OK OK 今天的話呢 我們再把那個第三個單元 有一個題目叫直數判斷 稍微再講一樣 因為這裡面的話 也會順便講到所謂的制定函數 那制定函數的部分 其實各個語言都有 叫Function 有沒有 Function的話呢 就是函數啦 那這個函數的話呢 就針對你 程式裡面需要的 你自己可以創出來 但是呢 這個Function 主要呢 就是有幾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有沒有傳入引述的這個動作 如果沒有傳入引述的話 或者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有沒有回傳值 就是說你跟那個函數之類有沒有一個互動 那所以呢 我們負面可以來想說 欸 我有沒有個return值 如果有的話 怎麼樣return資料 到回來 到你的主程式裡面 把結果給print了出去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所謂的直數判斷 就是我們要寫 假設啦 我今天想要在拍攝裡面 寫一個直數判斷的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 那直數應該知道吧 除了1 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這個中間的這個整數整除哦 那就是所謂的直數 比如說呢 我今天啊 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這邊有一個寫好的程式好了 假設執行一下 那這邊的話 請輸入一個整數好了 OK 然後 如果今天輸入51的話 那應該可以被3整除啦 OK 如果可以被3整除 那應該不是 Enter一下 不是直數 那如果今天直行 如果是53應該是不是 53的話 1、2、3 好像都沒有被整除嘛 3也不行 5也不行 7也不行 所以應該就沒有了 Enter一下 是直數 所以其實我需要就是一個Input Input 為一個整數 那Output 的話就是 是否為直數 是或不是而已啦 OK 那要怎麼寫? 那其實邏輯很簡單嘛 就是 你今天輸入完之後 然後呢 讓它怎麼樣 跟那個去掉1嘛 所以回圈 所以這個有一個範圍 For I in range 從2開始 到哪一個呢? 到它自己輸入的前一個 有沒有 其他甚至除以2好像也可以啦 沒關係啦 我們就是 從2開始 到它輸入的 比如說53 然後就到52 把它相除之後 余數是為0嘛 余數為0的話 那表示整數嘛 余數還記得吧 百分比符號 那如果它的余數為0 那就表示整數 那整數的話呢 表示它就不是直數了 反思 那就是直數了嘛 所以呢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重點應該會是在一個破迴圈 然後呢 這個範圍就是從2 到它輸入的輸入的前一個 然後呢 出出看 所以百分比符號 那城市碼在這邊 請各位先想想看啦 因為先不要看這個城市碼 然後呢 試著做做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能不能被整除啦 能不能被整除 那所以能夠被整除的話 當然喔 結果等於0啦 OK 等於0的話 表示是整除啦 那表示它就不是直數了 OK 所以如果 這邊我 也一樣有兩種寫法 一種是比較標準寫法 一種是精簡寫法 類似像那個敗迴圈一樣